国学,我们下面先讲一下国学 大家注意国学这个称呼是非常不恰当的 因为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学,严格地讲 而且大家要知道在中国近代以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 中国从来没有过国学这个称呼 那么什么叫国学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回答最好的 是北京大学教授一个叫李玲的先生 用一句话所做的表达 他说所谓国学就是国将布国之学 就是布中布西之学 什么叫国学 就是中国衰败 中国传统文化破碎 而中国人又不甘于实质破碎 然后把它拾起来 整理起来 高高举起来 表明他还没有衰败 这个东西叫国学 而且他早已经丧失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和外部架构 他实际上是西学对他的全面反观 因此今天讲国学的人 你看他的视野 包括我在内 全都是站在东西方文化比较和东西方文化综合的态势上在讲国学 因此李灵又说 他叫不中不息之学 这说法是非常恰当的 所以请大家记住 我们一旦说国学两个字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在讲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 这两个字就是衰败的同一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表达方式 我们下期见